我们通常以为分手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 不过有研究却指出 无论是刚分手还是分手依旧 人们的幸福感依旧会告与那些没有分过手的单身狗 后学研究进一步证实 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因为个性不和 或者是各种源源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平均而言分手的确是利大于比 心理学家跟踪统计了近百位大学生的情史 去分析他们如何度过情商 然后发现大多数人分手之后 都能平均获得五项正面软变 包括更自信 更独立 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更好 以及有更多机会学习新课程或者新技能等等 另一项研究则收集了上千万卷 得出人们拼在分手第十一周以后 就能用正面的角度去评价分手带来的结果 再次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的美丽 空气是多么的清新 但正如开头所说 那些身处轻伤难以自拔的人 通常会高估分手后的痛苦 尤其是那些永远忠诚 不愿伤害对方的人 即使再不开心 也要勉强维持现状 这样就害自己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垂死挣扎 因为这种必要的相处所带来的压力 会使停的脾脂醇浓度持续走高 压制性激素的分明 让你性质缺失 反观分手以后呢 因为长期压力获得了释放 性激素得以霸气回归 重来你心中的乐祸 身心状况甚至可以比交往时还有健康 所以说分手的好 挺过来的人都知道 一旦醒悟 长痛不如短痛 就再也不必多犹豫 只要鼓起勇气断舍离 结局真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如果只是怕分手后的孤独的话 反正你还可以养猫嘛 好了 喜欢那就关注下 拜拜啦